現在就介紹用TinkerCat去畫這個盒子 進入這個介面的時候 就暗建立新設計 到這個介面的時候 就是在3D設計上建立新設計 暗暗建立新設計 在混合 然後到這個工作平台 我們要先熟悉一下 看看這個介面是如何操作的 首先用滾輪就是磅大縮小 暗右鍵就是一個旋轉的介面 暗右鍵之後拖放就會有旋轉的介面 然後暗軸的滾輪就可以左右平移 左右或前後平移 我們今次要畫的盒子 就是5cm乘5cm乘5cm乘5cm高 然後還有一個盒子 首先我們先畫一畫盒子的新設計 首先在這裡拉一個方法出來 找個位置把握 然後還記得上次教過大家 如何改變大小 在這一個方法 因为我想盒盖上的位置合进去 即是盒盖上有一个入净的位置合进去 我就画一个方法上去 这个方法就是入净的位置 大小是多少呢? 我想预留3mm的白边位在这些位置 我这里就要47x47 那高度呢? 那高度呢? 我就要5mm那么高 OK 好了 那盒新要的部件就已经有了 下一步呢? 就是我们要把它对齐的 首先我先选取了两个东西 按住Shift 再选取另一个东西 然后呢? 有一个对齐的功能 这个对齐 这个对齐呢? 我就要把它先合作在入面先 选取中间这个点 两边都选取中间这个点 好了 现在这个盒盒的入净位置就在这个位置 但是我想要到上面那里 我按一下这个点 这个盒盒就会到上面那里 OK? 因为你还记得我们的盒盒 这个入净位置是5mm那么高的 那我就选取入净的位置在这里 那你会记住之后呢 你会看到这个箭区 记住 在指的时候 留意是要指住这个盒的入净位置 因为它一旦就在这里 按一下 按一下 然后按住箭区向上移上去 5mm OK? 向上移5mm 那就是这里 OK? 那盒新就基本上七七八八了 那我highlight了这两个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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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要画一个盒盒 先画一个盒盒 OK? 这一样的方法放出来 然后这个盒盒 因为我认为整个盒是5cm的 那么呢 高度也是5cm 但是这里我就是40mm那么高 即是40mm那么高 先调整个长和观尖 按一下这个点点 然后这里打 sorry 50mm 转一转 这里打 50mm 上面这个点点 然后我这里就要10 好了 下一步画呢 因为我想将这一块 因为这块我要画空里面的 画空里面的 所以我先复制一块出来 Ctrl-C Ctrl-V 然后复制一块出来 OK? 好了 复制了一块出来 然后这里就变成孔 你看到造型这里有变更为孔的 按K-K 变更为孔 我要把它变成孔 然后我将这个和这个 要对方的位置 OK? 按它 再按着Shift 再选取第二个 然后再选择 对齐 一样了 对齐它 嗯 嗯 对齐它 好了 那我要把它拉到上面 刚才选择了两个中间点之后 然后这里就选择上面这个点 好了 上到这个时候 因为它现在是并排了 那我要将这个盖子再拉上少少 再拉上去 那拉上多少呢 对齐它 也应该要拉上10mm 要拉上10mm OK? 那我先选择了这个盖子 先选择了这个盖子 然后呢 将这个盖子拉上10mm 所以不用10mm 5mm 就可以了 5mm 就可以了 因为它放进去的时候 它进去5mm 而已 拉上5mm 就可以了 OK? 或者我再做多一次 我再退出到这里 我退出到这个位置 OK? 我选择了这两个 然后选择 对齐 对齐之后呢 两边都选中间的点点 中间的点点 然后呢 我选择上方的点点 OK? 对齐 原来这里的位置 看不见到这个位置呢 这个位置 其实它有一半是进去的 也有一半是进去的 这里呢 我选择了盒盖子 然后向上25mm就可以了 按住的箭嘴 向上25mm就可以了 OK? 然后我将这两个盒子 按住 再按住 按下方的盒子 再按下方的盒子 然后再按裙组 这样呢 我这里的盒子就完成了 OK? 好了 但是盒子的话呢 如果这样的话呢 这个盒子的话呢 是绝对是不合格的啦 因为里面也不能安装 所以我要把里面安装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画一个有洞的方法 然后再放进去 用这种方法 或者我就教一个简单的方法去做 我们画一个方法 在这里选择一个方法 或者选择这个方法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方法是直接变成洞的 这个方法原本预设了 已经是做孔的 我的长和搬 一定不可以和它一样 也不可以比它大 这个方法也不可以大 不可以比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47 或者我这里就改成45 长官也是45 45 好的 那么高呢 高就改成多少呢 高一定是比它高的 因为你要连上面都画空了它 你留意一下 其实这个方法 你留意一下 因为我这个方法是40 这个下面的盒 这个正方形 这个下面的长方体 是40mm那么高 然后再踏上这个5mm那么高 就是这个方法 由下到上 一共是45mm那么高 然后我这里 要比它高 其实我高于45mm 所以我先转一下 我先转一下 我先转一下 这个方法 我高于45mm 就可以了 那么我这里 改成50mm 我夸张一点 改成50mm 然后我将这两个 这两个 选取了它 点选它 再按 shift 再点选这个方法 然后我按对齐 OK 一样两度 两度都暗点点 两边的中间都暗点点 OK 好了 如果你说 现在开始做群组 一定会有问题 因为 连下面都弄穿了 这样 不然你整个盒 和一个穿洞的盒 是没用的 所以 我这个 这个洞 我要再拉高一点 令到下面 是不会穿洞的 那么我先选取了 这个 这个洞的盒 我先把这个 拉高3mm 我要3mm 保留3mm 下面的底部 OK 然后把它 选取了 这个盒身 再选取里面的洞的盒 按住shift 再选取里面的洞的盒 然后按群组 那我们就完成了 OK 接着 下一步就是 来回出 stl 党 因此上传到 PowerLesson2